邻居小Q家的宝宝现在9个月大,从开始添加补食之后,小Q就发现宝宝吃饭一直不香,还经常生病,体重也增长慢。 小Q说,可愁死人了,不知道宝宝为什么不爱吃饭,每次一大吃饭的时候就哭,胃不进去啊。 我连忙说,先是宝宝成长发育所需要的重要营养,如果宝宝缺心了很可能出现小Q家宝宝那样的情况,假如是宝宝真的缺心了,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? 先是什么?它对宝宝成长有哪些影响? 先是人体必须的重要微量元素,无论是对于大人来说,还是小宝宝来说,人体生长发育,生殖遗传,免疫力,内科迷等等方面都需要新的助力。 如果身体缺了心,会出现业时,生长发育缓慢,免疫力低,实力问题等等,就小宝宝而言,缺心表现为吃饭不香,很难喂食,经常生病,苦闹打造, 甚高体重,增长缓慢,相反的,如果体内心充足,宝宝的免疫力就会增强,不仅吃饭吃得香,而且不容易生病, 比如当遇到天气突变,流感来袭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,就轻松躲过了,确实如此, 厌度命路心格,博士的研究也发现,连续补兴五个月以上的儿童很少对感冒,如何给宝宝补兴了? 这三个方法,宝妈必别既然知道了,补兴,是增强宝宝免疫力的关键,那么怎样才能给宝宝补充信呢? 不同月宁的宝宝,补兴的方法有不同我,一,六个月内婴儿母心以母乳为主,母乳营养丰富,是最好的补兴食物, 因为母乳中心的吸收率高,可达百分之六十二,尤其是出乳含兴量高,平均浓度为血清新的四七倍, 所以六个月内的宝宝,只要吃母乳就基本能够满足新的需求了, 二,六个月后的宝宝,腐蚀中适当添加含兴食物,六个月后,宝宝逐渐开始添加腐蚀了, 这时候腐蚀中可以适当添加一些含兴的食物,比如,瘦肉末、蛋黄、鱼、豆干、花生米粉、核桃燃粉等, 三,均衡膳食,不吃过多糖,吃糖的危害有许多,其中这一是会影响新的吸收, 所以宝妈在给孩子的食物中尽量保证低糖或上糖, 而且生活中,许多宝宝都有调食偏食的习惯,若是这样的话,也容易影响新的摄取, 不妨引导宝宝调整饮食结构,养成均衡膳食的好习惯, 小贴士,中国营养学会推荐,六个月内婴儿新的日需量为三毫克, 七到十二个月婴儿肥五毫克,一到三岁幼儿为十毫克, 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标准,并不是绝对的, 不管怎样说,要让宝宝吃饭香香,烧生病,长得快, 的确要每天补充一定量的心,才能满足身体的生长需要我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